时间管理经历管理一直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相信很多小伙伴是有体会 就是你下了班以后感觉就很累 什么都不想做 明知道有很多该做的事情 但是只想刷手机看小红书看抖音 也不太会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下班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 每天父亲感也很重 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做不了 陷入了一个挺恶性的循环 我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慢慢有了一套方法 帮助自己走出这样的状态 今天正好我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就借这次状态 跟大家讲一讲我的把自己挖出来的五个方法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发现自己在干什么 这两个type是两个很重要的访谈 是跟Databricks的co-founder Renold的访谈和一个经理 我还需要去完善他们和补充一些logistics 这个是我最近发现我需要做一个email list 然后我也从网上知道了convert kit这样一个工具 我需要去尽早的去试一下 和尽早的去发出自己的地方邮件 但是也不想做 然后这两个呢是李肖来的enjoy app 他讲怎么样子学英语 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英文口音需要提高 很多人推荐了这样一个app 我应该去竞争的去读完他的文章 和开始去进行学习 这里是社区里边另外一个同学 他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书的笔记 我都没有去看这个书都看这个笔记 但是这个笔记可能再花个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看完 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时间去看完它 这三个tab在我这里边已经放了一个周了 每次我打开电脑呢都想把它清理掉 但是都懒得清理 现在又加了这么几个tab 这都是代表我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总之呢相信大家对这个常见也不陌生 就是你有很多该干值得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你就是没有时间心里去做它们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五个方法可以怎么样子 把自己从这个状态里边挖出来 第一个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干点体力活 这个方法其实是有很强的科学根据的 我记得好像是美军什么海豹部队 还是什么特种部队之类的 那里边的方法就是你起床以后 要认真的截被子 它的道理就是人是靠完成一个任务的 这种成就感可以非常有效的驱动 你去干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 该整理的东西整理好了以后 那你就会完成一个任务 因为你现在的大脑是一个低能量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些很复杂的事 可是你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以后 你大脑就会觉得 哦我完成了一些东西 我是capable的 那我就接下来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逐渐给大脑建立自信吧 所以说如果说你在电脑前面 什么都不想干 只想刷手机的话 不妨去干年体力活 收拾收拾家 完成这个工作以后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精神好很多 而且你有一个更整齐的家 本身就有利于你每天的身心愉悦 第二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去把这些事情安排一下 我觉得不想开始做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就是这么多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那你大脑肯定觉得没有办法开始 那你就只能摆烂了 那你如果能把你要做的事情 缩小到你的经历能够胜任的话 大脑就觉得自己可以开始了 可是那怎么缩小呢 当然就是一个一个安排 你不可能一次把所有事情干完了 所以说不妨就把这些东西给安排一下 那我这里边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我就一个一个安排好了 首先是这个Databricks的访谈的这两个东西 他们是必须要交的 他们是有一个Datland的 那我就去先安排他们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的时间 最重要的不是尽快做完它 而是要hold yourself accountable 所以说你不应该填一个 你最早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而是应该填一个 你最晚需要什么时间完成 我最晚需要周末完成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填一个最早完成的话 你大脑知道你不需要在这个时间点完成 你还有明天 你还有后天 所以说你可能到了明天 你说的我还是不想做 那我就再往后拖 那这个时候你又有一个自我谴责 你拖到后面了 就每次你的这个决定都需要消耗精力 你放到一个不能拖的时间的话 你还有机会在这之前完成 那你还会感觉非常自我良好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是 我如果放到了一个周日 我如果说这中间有时间的话 其实我知道这个工作 大概是一个需要15分钟 比较专注的一个工作 那我发现我能找到这个时间的话 我会愿意去做的 而且我做完以后感觉会很好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那接下来类似的思路 像李孝来的这个文章 OK这两个 我把它的链接给放过来 我把它的链接给放过来 这样我就不需要每次都去看了 对吧 我就可以把这两个窗口给关掉了 好烦 OK一下子脑子就舒服了很多 那李孝来这个这两个tab 然后这个是一个一开始的 那我就把它放过来吧 然后我想一想 我其实虽然这件事情重要 但是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它也不是我一上来就能做的 那我就说我可能要到了产假时 再决定要不要做 所以说我也不会给自己提一个 不切实际的目标 我那个时候我再看一下要不要做 我可能会说 我其实是可以做的 我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那个时候再重新来一个task就好了 OK这样可以关掉了 这个它是一个15分钟就可以做的事 那我其实有一个选择 我可以今天就把它做掉 getting things done 是你开始做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非常推荐大家看 那里边有很多点 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紧急的 你要分清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只需要花5分钟的时候 你就应该马上去做掉它 因为你把它放在脑子里边占据你大脑的cognitive load 其实是更耗费精力的 那这个convert kit呢听起来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 因为你真的要去做的话 它其实它像这个就是template啊什么的 你还是要挺多东西去你要写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反而想找人去帮我一起做 那我就讲到第三点吧 就是这件事情既然是一个有点难度的事情 那我不妨拉个人和我一起来做 因为它其实和鸭哥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convert kit 那我应该是什么呢 周末的时候约鸭哥一起商量一下 convert kit怎么用 OK sounds achievable 那么我也可以先把它关掉了 那刚才那么多tap只剩下一个了 我觉得我大脑就好很多了 我现在打开我电脑我也不会一打开电脑就充满负责感 然后一打开电脑我就想逃避 我之前其实一打开电脑我就想刷B站刷YouTube 因为我看到这么多的tap我就不想去做 我就只想去打开一个别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我打开电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那这个是第二点和第三点 第二点就是你要去安排你的工作 直到你的脑子是可以接受 是可以真的去开始执行的 第三点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确实比较难的话 你不妨在安排自己工作的时候 给自己想办法提供一些别的助力 这个其实是原子习惯那本书里边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想要去形成一个习惯的话 你不要想 比如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练一个小时的吉他 这件事很难 就是你可以先想方设法的把吉他放在一个 你马上就能碰到的地方 比如说我要练吉他 我就会把吉他放到桌子上 然后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说我每天摸他一下 或者说我每天弹他两下 这件事情做到了以后 然后再去建立其他的习惯 大概的原理就是习惯要一步一步来 我觉得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要想一下子 figure out这个convert kit 怎么样子用好 怎么样子去了解这个产品的所有功能 然后去发第一封邮件 这封第一封邮件的格式还要去学习 然后措辞还要去措好 然后还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是我第一封邮件到底是给大家干什么呢 这件事一想就很困难 那我就不妨说我起码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我跟鸭哥商量一下 我们第一封邮件发什么内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做的 那他在我这就不那么难了 我觉得我周末我也会真的去做一下这件事情 这是第三个方法 就是把一件困难的事情拆解 然后变成一件可执行的事情 那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delegate 就是你把事情交给别的人来做 我在剪视频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剪那么多视频了 我也其实非常不喜欢剪视频 那大家也看到了 我这里边有很多个视频 我请别人帮忙剪的视频 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个自动驾驶 然后在这里边自动驾驶的预览板 这是一个需要我来看一下 然后提供反馈的 那我就应该去做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去提供反馈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的优先级 就是看他提供反馈 和比起这件事情的优先级要高 因为我做了他以后 我就可以unblock别人 帮我剪辑的同学 他收到了我反馈以后 他就可以去干别的事情了 这样的话 他过几天又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把这件事情再往前推进一步 然后就是第四点 就是你应该去看看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跟别人合作的 或者delegate交给别人去做的 并且优先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这个是好像Cat Chen 他说的一个概念 有两种任务 一种是processing任务 就是你自己要去花脑子处理的 另外一种叫IO任务 input output任务 就是你需要跟别人合作 你需要输入一些信息和输出一些信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去优先去做那些 IO需要输入输出的任务 这样你才能有效的去利用杠杆 去和别人合作 最大化自己时间 最后就是第五点了 也是我觉得在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啥都不做 让自己休息一下 我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 没有经历 什么都不想做的经历呢 就是因为我过去两天出差 然后出差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的成果 包括跟Acquired Podcast 两位主播进行了访谈 采访了Tech Roast 采访了Mac Devlin 就是之前Instagram Head of Analytics 和Spotify Head of Analytics的 一个大佬的访谈 然后也在我们的这个Summit上 见了很多人 聊了很多天 学了很多东西 看了很多东西 也可能促成了很多交易 那其实我觉得已经收获非常丰富了 回来以后 因为我老婆带娃又很累 我又赶紧去帮她带娃 连这一晚上 其实都没有怎么睡好 就赶紧去帮忙带娃 因为她连这两个晚上没有睡好 已经非常辛苦了 然后今天又去catch up一些工作 所以说就是很累啊 你这个时候你不想做 可能就是你身体觉得你太累了 你需要休息 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听一下身体的信号 应该去优先休息 那这个时候就放下吧 去躺下吧 然后去不要刷手机了 就去休息了 包括出去走一走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就去喝咖啡 或者说去有的同学锻炼身体 可以恢复精力 总之就是接受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做 然后接受自己休息 我觉得这个反而从长期来看是最重要的 那好 以上就是我的方法了 希望这期视频的内容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